我們來證明 就是說一個金屬球殼 它半徑是R 那它的上面的那個電核 假設是Q的話 那麼它的電位 就是等於那個R分之KQ 那我們可以證明說 儲存在上面的電位 U 這個會等於二分之一 這個QRV 那為什麼 我們這樣想 就是說 它這個上面的話 如果有這個電核 這電核我們叫QPLUNK QPLUNK的話 那我現在從無窮的地方 引什麼呢 引一點點的這個電核過來 引一點點的電核這樣過來的話 戶上去的話 那麼你外力所要做的工是等於多少 外力所要做的工 我們曉得 它這個外力所要做的工 就是這個W 這個會等於多少呢 會等於這個DQPLUNK 那乘以多少呢 乘以這個VPLUNK 也就是說 我如果 如果兩個電核 就是大Q跟小Q 大Q跟小Q的話 我將小Q從無窮的地方 移到這個距離 假設是R的話 那外力所需要做的工 就是等於R分之KQQ 這是電位能 電位能的公式 那只是說 現在把這個 看成是什麼呢 看成是這個 柏球殼 上面有Q 那柏球殼 對著小Q的作用力 相當於是把大Q所有的電流 集中在球星對它的作用力 那我們一樣的話呢 他們之間的作用力F 就等於那個 R分之這個K R平方是KQQ嘛 然後呢 我給它積分 做工給它積分 積到最後 積到這裡 這個距離 如果大的話 它所需要的工就是這麼多 那這個就是儲存成電位能 所以我們想說 電位能是R分之KQQ 這一樣 這個做的工就儲存成電位能 這是等於DU DU 好 那這個電位能的話 那我們是一開始 它是沒有電能的 那我把電能慢慢加 慢慢加 那我們知道這個電位 這個是V' V'是等於R分之KQ' 那時候我就曉得 那時候我就曉得 它的這個 它的這個什麼呢 這個 這個是V 那這是Q嘛 它這個 V的話呢 剛它 有電能的Q'的時候 它的電位 是等於什麼 R分之KQ' 那我現在 你看齁 當它的電盒 是Q'的時候 它的電位是這麼多 那你把 你把這個DQ' 從無窮的地方的話 把它移到上面來的話 那你要做多少工 你要做的工就是等於 等於這個DQ'的話 那乘以多少 乘以這個V 就是這一下 這一下 DQ'成為V' DQ'成為V' 就相當於這塊面積 DQ' 那我現在的話 就慢慢加慢慢加慢慢加 那從這個Q'等於0 一直加再加 一直做工一直做工一直做工 做到哪裡呢 做到呢 總電能變成Q的時候 這個時候的話 它的電位等於多少 電位是等於R分之KQ嘛 那做了多少工 把這個工全部加起來嘛 做了呢 這麼多工 就是這塊面積 那這塊面積 U等於多少呢 U就等於那個D 那乘高 高是V嘛 V就是R分之KQ啦 D乘高 除以2 所以答案就等於多少 就等於2分之1QV啦 這個是儲存在這個 那個金屬球殼上面的電位呢 就是說金屬球殼它本來是沒有電盒的 那你把電盒一點一點一點把它加進去 加進去 你要把它加進去的話 你要給它什麼呢 給這個電盒呢 做工嘛 推提為什麼 因為那個正電人互相排斥 互相排斥的話 你要推那個DQ鋼 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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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到這裡來的話呢 做一點點工 再加一點點... 一點點... 一點點加 慢慢加慢慢加 加到最後的話 就要加這麼多啦 當它的... 它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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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金屬球殼上面有... 這個Q電腦的時候 那你這個時候你要做多少工啊 你要做這麼多工 這麼多工就是儲存在... 這個呢... 球殼上面 所以喔 金屬球殼喔 它的電位呢 也是可能二分之一 出於